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十月十五日星期四 当我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为传福音来祷告 亲爱天父 谢谢你 在人们烦躁不安 还在抱怨疫情什么时候过去 或者还在为大选争论不休的时候 或者在家里夫妻关系 子女关系越来越紧张 或者为了工作 为了学业 或者为了服饰焦头烂额的时候 天父这真的是我们最需要福音的时候 福音不仅仅是给那些非信徒需要的 更是我们神的儿女每一天都需要的 所以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 是我们靠着福音来得享我们这个救恩之乐 也求你怜悯我们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落在焦虑 紧张不安 甚至灵性的低谷方面 求神来带领我们 特别为了下周二要开始的灵命操练 这学习你是我们都能够报名来参加 能够彼此的带导 彼此的扶持 也求神来兼顾我们的心智 除去我们的气馁 灰心沦漠自私 使我们将福音的火再次的燃烧我们 使得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为我们身边的家人 朋友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老板 同学 同事 朋友们 生子去吃饭的时候 为了餐厅的安全 为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 天父我们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求你赐我们智慧 用助办的智慧去劝解人 能够教导他们 使他们在基督里能够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的面前 我们如此祷告 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 一提到约翰福音第三章 肯定会想起三章十六节里面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Amen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觉 三章十六节跟上文的第二章的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呢 好像有点冲突 我们一起看 他说 有许多人看见 他所行的神迹 都是真正的相信 很明显在第二章二十三节说明了一件事 就是那些人相信 是因为看见平时看不见的神迹 弟兄姐妹 我们要搞清楚 究竟我们信神 是凭信心 还是凭眼见呢 如果我们所相信的只是神迹的话 其实 就等于把偶像一样 很容易就中了撒旦的诡计 因为在事件上面 因为在事件上面有很多所谓的师父 能够做到很多很灵验的事 让你独信不疑的 很多时候呢 基督徒呢 都可以看见很多的神迹 包括我自己 但是其实那些神迹 都能够表达出一件事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你想一下 既然神在这里 有神迹 不奇怪哦 对不对 今天圣灵就是提醒我们所相信的 并不是神迹 而是神他自己 所以我们看见神迹 我们要感恩 看不见神迹 也要感恩 我们感恩的并不是 我们看见什么神迹歧视 而是我们因为相信而得到了救恩 并且与神同行 而第三章所讲的相信 就是耶稣释迦的救恩 经文讲明我们必须要 从谁还有圣灵生 意思就是我们必须从灵里面得到洁净 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 我们必须得要认罪悔改 相信耶稣基督爱我们 爱都被印在使家上面 解释了我们的罪 让我们不得不甘心情愿地 跟随你为救主 借着圣灵重生 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 成为圣洁呵护主用 成为耶稣基督所教托的人 Amen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在圣洁的跑道上面 努力地向前跑 当世界看见我们一起 能够同心合一地回应神 教托我们的使命的时候 就能够发觉原来我们这一般人 本身就是一个神级了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下一次再见